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Max Hu 今次跟大家用GEMINI PRO G40蒸焗爐 一起蒸出好味道 今日示範的菜式是 龍仔糕蟹蒸糯米飯 其中最重要的優點 我們會用到這部爐的解凍 攝氏50度功能 用來浸泡糯米飯乾貨 除此以外 為了令到我們的高蟹 不會過熟好吃的話 更加會用到蒸氣爐 攝氏95度來烹調 看看做出來的效果有多完美 將糯米連同冬菇、蝦米洗乾淨 再用大碗加入清水浸泡 放入蒸焗爐 用解凍模式攝氏50度 加熱1個小時 將糯米徹底滴乾水 浸泡好的冬菇切成小粒 連同蝦米、糯米一起拌勻 鋪在蒸籠裏 將蒸爐放入蒸焗爐 以即煮模式攝氏100度蒸1個小時 將已經斬件的高鞋加入蒜蓉 和調味料拌勻後 鋪在糯米飯上 再用蒸煮模式攝氏95度 再用蒸煮模式攝氏95度 用蒸煮模式攝氏 大家剛好看完 GMI PRO G40蒸焗爐示範的菜式 是否覺得這道龍仔鶴葉高蝦蒸糯米飯很好呢? 其實這隻舌頭還有一個優點 大家可能會好留意 其中就是它的解凍功能 因為用攝氏50度 除了可以解凍冷凍食品之外 最適合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浸發海味乾貨 例如浸冬菇、浸糯米 至於做海鮮菜式的時候 大家最關注的是緊緊熟 不要過熟的情況 這部爐的蒸氣功能 亦都可以控制到攝氏95度 所以除了海鮮之外 蒸水蛋都非常之不錯 希望這次的介紹 可以幫到大家做到更多美食